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然一般我就不推荐了 那么 笔派者目前的市值是在70 million 就是7千万 那么每天产出的笔派者到底有多少呢 我刚刚也说了 大概是在按照这种速度下去的话 应该是90左右 90不到一点应该是 因为从昨天晚上到现在的话 应该只过去了12个小时 然后目前笔派者有三种处理方式 出售或者是囤着或者等高价出售 或者就是抛压升级工厂 和你的宠物 其实它其实相当于就是 复头层XPAT XPAT的价格 它是比那个BPAT高EU的 加上XPAT本身的量不大 那么升值空间的话 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大的 你说XPAT还能再涨上几倍 我觉得是完全非常可能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要想获取这个XPAT的话 那么你就必须得用BPAT来兑换 所以BPAT还是非常非常的使用 非常非常的重要 目前我现在就仅有就是 昨天花完了嘛 因为现在就只有11.15个 然后我们每天打开这个页面之后 要做我的任务 要把它做完 那么这边就是 那我昨天没有详细的说 是因为我昨天把那个宝箱都开完了 我再重复一遍 宝箱不是它说的两个 是三个 因为我昨天开了三个 就大家不要被它那个 这边图示锁出来两个 然后吓到 那我这边有发现一个 我就直接点开 然后它现在就是 是玩了一个脑筋了 等一下 它为什么不弹出来了 它现在是玩了一个脑筋 然后意思就是 字符要在16位以上 然后并且16位字符要包括XPAT 那它这里好像开了个玩笑是吧 行 我重新刷新一下页面 然后我重新在页面当中去寻找它 我刚刚从 我刚怎么操作应该知道吧 就是从这里 这里是任务页面 除了这个是你已经完成的任务 这个是那个每天要做的任务 你在这里然后找 找就是可能下面有宝箱的 我刚刚好像是开过一个 但是我留了名额的 那我们就在这个当前页面上 就已经那个刷到 然后我们就进行我们的回复 回复什么其实不重要 那么一定就是要包含XPAT的这四个字 四个英文字符 然后一般它要超过16个 那这边有提示的 那我一般就比较图方便了 我就直接打很多很多字符 然后点击回复 它这边回复完毕之后 然后你就直接可以打开这个宝箱了 那每天宝箱 产出来的道具 我也跟大家讲过 更多来说是吃的 它一般不会说 给你这样的一个直接的币 直接的币派这个币 但是运气好的话也是可以开到的 昨天的话是开到17个 那这边也差不多 然后两 反正是我是昨天开了三个的 大家可以慢慢去找 这不用着急 那我们直接就进入今天的正式环节吧 也耽误了大家这么的 刚刚的一些时间 但是因为这个 XPAT这个项目太火了 Socialify这个项目 就龙头项目了 太火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关注 一定要去赶紧去做 你是可以就是 你的投入和你的收益是可以成笔的 然后我们来到我们当前的主页面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这是这两天非常火的一个电脑挖矿 CPU挖矿的一个项目 非常火 那么说一句就很 说句玩笑话 非常火就是有些人可能第二天醒来 我不知道大家推特上有没有刷到过 第二天醒来CPU干冒烟了 就电脑冒烟了 快陪我电脑的那一个 对就是它 应该就是它 它通过那个CPU算力来进行挖矿的 非常 注意一点 它是零gas 不需要任何费用的 你这个你要记住 这种好项目 不需要零 就不需要费用的 零gas费 然后挖到就赚到 因为它这么难挖 它以后的价值会非常高 然后 它是比特币二层网络的上面的一个名文 那你现在可以看到 它命持的话 应该是只有在 只有是五点零七百分之 那目前持有的HOLDERS的话 应该是一万六千零五十一 昨天晚上的话是在 三点六七的样子百分之 那时候还没有这样的 那说明大家其实 开始 如果 我不知道本期视频 发出去之后 会不会有更多人涌入过来 哦 那 再插一下 就是刚刚那个SPAS 那么你使用到我的这个 邀请码的话 你是可以获得 就是 除了五十个新手的B 就是BPAC 这个B 然后用于你的宠物升级的同时 你使用我的邀请码是可以加速你的 稍等一下 我打开我的邀请码 使用我这个邀请码是可以加速你的农场收益的 你挖出的蓝莓的速率是要快很多的 所以使用这样的一个邀请码 那我到时候会分享在视频的链接处 那我们继续回到刚刚那个话题 它现在二级市场价格已经非常高了 那就是因为它比较难挖嘛 因为比特币二层嘛 那么应该是属于那个NOS 它是一个闪电网络的二层 那么应该是这样一锅牛市 重点就是会布局很多资本 因为很多现在开发者都是在往这个方面走嘛 说明它价值肯定是有的 也正是因为它难度比较高 所以就是导致如果后期的话 那价值一定是破高的 早点挖早点收获 然后后面架子的话会架的比较大 那么所以说还是说要跟着我今天这样一个视频 然后去一起跑一跑 我现在做一个就比较相对来说简单的教学 我现在运行这个挖矿 那我这个页面我要重新打开 重新打开 因为如果你手浏览器里面会有装那个OKX的话 它会让你OKX进行授权 那我又要说到一点了 OKX如果进行授权 这边不要授权 我们今天登录的钱包不是OKX钱包 OKX也可以 但是它速度实在是太慢 因为它每一次我不知道之前那个AVAV的名文的时候有没有讲过 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AVAV的时候你每Mint一次你就要去确认签名 每Mint一次就要确认签名 非常非常的慢 影响你 然后意思就是你其实要整个就是人呆在电脑前 啥也不能干 你就等人来确认 然后等人来签名 太浪费时间了 对吧 那我们今天也不登录OKX的钱包 它其实支持四个钱包 那么我在这里有提现 我直接提现好了 那么小米粉钱包呢 它其实也是支持 但小米粉钱包 因为现在用户量比较大 它需要就是有邀请值 那新用户的话是需要邀请码的 但我这边没有邀请码 然后外面的话估计也没有啊 所以也用不了 那么它有一点好处就在于 它其实是不用点那个自动授权的 它其实是相当于就是直接永久性的授权了 就你只要点运行 然后它直接就是自动帮你一直挖一直挖 这个样子 所以就不需要像OKX钱包那样 一边点授权 一边挖 一边点授权 一边挖这样子 但是我们小米粉钱包这个用不了 就是第一个钱包 这个用不了 那这是第二个OKX 我刚刚有说过 那么1K的话 那这个是什么钱包呢 很少人用过这种钱包 那我自己平时我也不会用这种钱包的 所以我也不推荐大家去使用这样一个钱包 那么今天它是出了一个第四个 那个TP 那Token Pocket 那我一般是就叫它TP钱包 它今天刚刚出来的一个新的钱包板块 那 除了这张板块呢 我点击它是 呃 我要就是 我们要怎么去注射它对吧 那首先我们点开它的主网页面 是在这样一个页面 那我到时候会把分 就是主网页面的链接 分享在视频的警戒处 那现在跟着我一起来操作一下 它也比较丝滑 它也是 只需要两步确认 然后永久就是直接就是像 其实像那个我刚刚说的小米粉一样差不多 我们把它下载下来 首先这里然后安装一下自己的插件就好了 这个操作流程啊跟你下那个小户钱包都是差不多的 不用觉得就是很难啊或者怎么怎么样 不会啊 然后添加就 我们等待它这个时间我们继续 我们继续来说一下 那么使用到一个新的钱包 就使用到新的一个就这样的一个钱包的时候 我们注册的话就要注册新的钱包 不要尽量不要在里面就是放置你的资产 对还是流通在你自己的个人钱包会比较好 那么你这边就可以打开它 这种不算是完结呢 这边就是已经有了对吧 然后这边就是开始创建这样的一个钱包 操作流程就跟那个小狐狸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这边置不置顶的呢 就完全看你个人的要求 然后这边是新手嘛 那就创建钱包啊 然后我就密码就直接输了 然后这边是保护好你的助记词啊 那一模一样的 那我就直接就是跳过了 我就不给大家演示 这些东西了 那助记词的话是需要你自己记住一下的 你这个东西一定要记住啊 它不是让你就是可能说 一共有12个助记词嘛 它不是让你按顺序 它是12个助记词全部让你让你那个按顺序就是写下来 就是选选举出来 你到时候如果自己去注册的话你会知道的 那我这边就直接就查掉这一段 那我这边就已经就是注册完毕了 那就已经有如图示所选 注意注意这个时候 你要做的是什么 什么事情啊 就是 这个时候还不可以 就还不可以用啊 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就是干嘛呢 然后 等一下 我们要打开这样一个页面 然后等它反映一下吧 那我把这个页面先擦掉 稍等它反映一下啊 然后我们打开就是刚刚这个 不好意思啊 这种还没有好透了 那么你要注意啊 你在这里下载完毕之后 你把这个页面要打开啊 下载完之后不代表你直接可以登录 然后直接可以挖了 不行了 这里面要设置一下的 你这这不非常至关重要 你不要遗漏啊 你不要遗漏啊 这里点设置啊 有个高级 这里 然后开启 注意一下啊 这里啊 这里啊 一定要开启的啊 OK 那我们这边就 这个程序就其实不用管它了 那我们直接开始登录到这个 这个 然后你把那个设置完之后 不是点这个 然后它还是会出现这种 OKX的钱包 先把它拒绝掉 那我们刷新这个页面的时候 然后 不是刷新好了吗 然后点一下这个 然后再点一下当前的那一个钱包 它会出现这样一个 它对它就会直接跳出来 那我们这个时候要选的话 一定要选永久啊 注意一下 一定要是要选择永久啊 它就不会弹出这样一个对话框了 那么这边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这边已经有登录了自己的域名了 那么在这里也有所体现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什么呢 你就可以直接点这个mint 就是mint 这个按钮 mint 那么它这里有一些 可能 可能一些数值啊 什么什么的 那我们这边的话就是 点这个直接开跑 点完这个时候它直接就是会跑的 然后它这边会有自己的算力算幅 那么 我们稍微等待它 等待它一下 那么它之后还是会弹出一个页面的文 这样不断的点击它的话 它会自动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挖矿 那么我们需要等的是什么 就是 它会有一段时间啊 过一会儿的时间可能会有一个确认 确认的那个按钮 也是要按永步啊 也是要按永步啊 这样它就 它只会出现两次 它再也再也不会就是出现 然后它就一直这样上下去 一直这样上下去 那么 哎 它这边出来了 它这边出来了 我刚刚由它不会出来 注意啊 这个不是那个 这个签名啊 这不是说你 你那个miss到了 这只是签名啊 大家要注意啊 不是说你啊 怎么我运气这么好 别人这么难啊 我一下就弄了 不是啊 但这里我们要点永久的 确定啊 然后它就会继续 那 我再继续下面了 那你要多开的话 你就是用多个游览器啊 游览器版本不一样 或者是就是你修改一下那个游览器的 内置参数 然后可以多开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就是 它这个挺烧那个CPU的啦 如果你CPU 性能一般的话 我不是很推荐多开 一旦就是开的非常多的话 那么CPU容易拉满 然后你懂的 就是对本身CPU的伤害是比较大的 像那个 就像我现在使用的 有可能苹果笔记本的话 它那个 我那个实时的CPU使用量和温度我看不到 那像那个Windows的话 你一般切那个任务管理器的时候 呃 你肯定能看到它使用的 当前的效率 那 也能看到它当时的那个就是性能 跑分啊什么的 我自己这个 机器 是i5系的啦 很老很老啦 能不能跑 我都觉得它已经是 哎 挺不容易的 对 所以就是性能 电脑性能不太好的话 那你不要建议多开啊 那有人问我 可能说哎 手机可不可以这样子 手机可不可以做 也可以啊 手机也可以的 但还是那句话了 你看你就是 手机 能不能支撑那么久了 支撑不了那么久呀 也不太建议去这样去做 我也有一些 就是可能认识的一些人 跟什么小伙伴 哎 人家去网吧包一台机子啊 也这样去看 那也不推进啊 也有一些人可能用什么 服务器 这样去做的 那这个就比较高端了 那这个我就没有研究了 那它是这样的 那你就可以让一直让它跑了 那我刚刚也说了 那钱包是第四个啊 那你怎样去注册啊 什么什么的 这些我觉得就是跟你小胡子 钱包注册是一样的 那你看我感觉没跑多久嘛 我电脑好像已经开始有点热了 OK那我这边我就先暂停啊 那我继续讲 呃 后续我要讲的一些事情 那么 嗯 嗯 不知道我前几天出了一个那个OzGAM的视频呢 大家有没有去 每天有没有去打 那我继续切开那个OzGAM的那个游戏页面 然后 我我今天应该是打完了 我今天是打完了 我今天是打完了 那么给我打开这个页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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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今天任务都已经做完了 嗯 看也可以看到 我任务已经打完了 那么每天你要不停的去打单人的训练赛 那么最近的话 它有一个小小的变动 就是它军团三人军团模式啊 它的盘名应该是有改动过 意思就是 简单来说啊 好像是要取前100名了 因为50名的斟酌实在是太激烈了 50名根本就不敢想了 没人能打得到的 那我现在是82名 我是能获得一些奖励的 应该 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实际的榜单 因为我觉得它是有给过的 然后 我刚刚说了 投资自己的话 就投资自己的英雄 就上次了 投资自己的英雄也是 呃 让自己就如鱼得水吧 但是 有个好巧不巧的点啊 你打单人训练赛 因为你不知道对手随机是什么 对吧 一般打训练赛的时候 个人训练赛的时候 请把你的装备脱下来 呃 为什么这么做呢 因为自从我装备了这些好的装备之后 我他妈遇到的对手全是好装备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有没有这种感觉 这全是好装备 所以 嗯 你仔细想一下好吧 好吧 仔细想一下吧 我不推荐了啊 如果你打单人训练赛的话 你就把装备脱下来 那他现在是应该是取 这个是那个 这不是军团啊 军团在这里 啊 对他应该是取到了 他只取到了89名啊 还是我没有下拉的原因 啊 对89名 他只取到89名 那么每个也可以获得50个 嗯 嗯 呃 策划还是比较良心的吧 那自己平时也要去打的呀 那有很多人问我 一天7欧 一天7欧 这个7欧怎么来 有些时候你自己玩比较多了 你可以加杠杆的 你知道自己稳赢的 你可以加杠杆 玩一下 对吧 那么今天分享就到此为止咯 我们就下期再见了 拜拜 那等我声音再好透一点吧 我就给大家出更长一段的视频 虽然这几天视频出的也确实挺长的 OK 下次再见了 新年快乐大家